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是核心发型,秀出天鹅景和一字领 扮永久戴杨子广告状态超好 杨子,这个名字现在在整个娱乐圈都很流行 他的演绎事业一路走稳,一步步上升 如今已经达到了另无数人羡慕的高度 近日,一则新闻再次点燃了媒体和粉丝的热情 杨子拍摄的最新广告大片曝光 展现了他不凡的身份和不俗的气质 在这则广告中,杨子穿着一袭优雅的连衣裙 一字领的设计完美勾勒出他修长的领口 宛如一只高贵的天鹅,端庄优雅 虽然被指示扮永久造型 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样的造型 他再次展现了自己不凡的外在优势 让人爱上他 粉丝们纷纷表示 杨子的颜值一直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 他的美不仅在电视剧的特写镜头中令人惊艳 在日常生活中 他的肩颈线条也能撑起整个场景 散发着强烈的个人气场 这样的美,无需任何后期修饰 就让人羡慕不已 最令人惊讶的是 杨子在这则广告中展示了全新的发型 长发梳成低马尾 扎上一个大蝴蝶结 整个人立刻变得柔软又知性 这样的全新造型不仅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还让人感觉与他的气质相得一张 似乎是绝配 纵观杨子的演艺生涯 他一直在不断地突破和提升自己 随着代表作品的增多 他的实力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认可 如今,他正在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时尚品味 将自己打造成全能的优秀偶像 红色能量滋养人 杨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用实力和气质征服了无数人的心 成为了很多粉丝心目中的女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光芒只会更加耀眼 他的未来只会更加辉煌 杨子,一个永远闪耀的明星 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成欢吉,现代女性的自强之路在荧幕上绽放 当成欢吉官宣在社交媒体上炸开时 观众们一直等待的现代偶像剧 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 播出日期至4月9日 这部改编自一书同名小说的剧 不仅承载了援助粉丝的期待 更以其深刻的现实内核和出色的演员阵容 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关注 一书,这位文坛独一无二的作家 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 她笔下的女性不再是传统的依附者 而是拥有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的个体 她们清醒透明 敢于追求梦想 敢于面对生活的挑战 成欢吉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讲述了女主角麦成欢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自我 找到属于自己的自我提升之路 杨子 影视界后起之秀的青年演员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敬业的态度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成欢吉中 她是演麦成欢 一个出身普通 但学习成绩优异的女孩 面对家庭的期望和社会的压力 她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杨子将麦成欢的坚强与独立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看到了现代女性的典范 首次与杨子组成CP的徐凯也被观众带来了惊喜 她饰演的角色与麦成欢之间 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 两人的互动充满张力 徐凯借出众的颜值和演技 成功塑造了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 与杨子的化学反应更是精彩 除了主演之外 成欢级的配角阵容也十分强大 国家一级演员何赛飞的加盟 为该剧增色不少 她饰演的麦妈妈这个角色既有疯狂的一面 也有善良的一面 给人以真实多面低母亲形象 她的演技精湛 为剧集注入了更多情感元素 在制作方面成欢传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 该剧的画面质量很高 场景布置和服装道具时尚感十足 同时 剧组人员也非常铸造时要小心 每个角色都与原著中的形象高度吻合 让观众能够更好地沉浸在故事中 值得一提的是成欢记 所传达的价值观也是其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 现代社会 女性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 但也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该剧通过讲述卖成欢的故事 鼓励女性勇敢追求梦想 坚守信念 成为独立自信的人 在各种言情剧充斥的时代成欢集 以其深刻的现实内核和独特的视角脱颖而出 它不仅是一部讲述爱情故事的作品 更是一部展现现代女性自我提升之路的励志剧 它告诉我们 只有靠自己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享受肆意的生活 对于观众来说成欢集的播出 无疑是一场视觉和精神的盛宴 他们不仅可以欣赏到杨子 徐凯等演员的精彩表演 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和勇气 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一部作品的成功 离不开背后团队的心情付出 成欢集的导演 编剧 制片人等工作人员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才让这部作品如此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成欢集是一部值得期待的现代偶像剧 它不仅拥有优秀的演员阵容和优秀的制作团队 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核和独特的视角 相信播出后一定会引发官剧热潮 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 对于观众来说 也将成为一部触动心灵 引起深思的佳作 名作家霸道 为肖战讨回公道 慷慨表示永远支持肖战 珍爱克服一切困难 某平台知名作家再次谈论肖战 这次他没有分享肖战的作品和舞台 而是霸气的为肖战讨回公道 回顾了肖战的演艺生涯 并坦言从快乐大本营刚看到肖战 从淡然到为肖战讨回公道 彻底欣赏肖战 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文章后面 作者直言会永远支持肖战 这就是他对肖战的真爱 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某平台知名作家再次谈论肖战 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分享肖战的作品和舞台表演 而是公正地评价了肖战 回顾了他的演艺生涯 笔者坦言 自从在快乐大本营节目中第一次见到肖战 从最初的冷漠到逐渐为肖战讨回公道 再到最终彻底欣赏肖战 这段经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句号 随后在文中 作者直言会一直支持肖战 表达了对肖战的真爱 他相信肖战的天赋和努力 坚信肖战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这种真诚的支持和鼓励 无疑让肖战振奋起来 也体现了他在观众心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作为演员 肖战的演艺事业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他出色的演技和积极的形象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偶像 尤其是在粉丝的支持和关怀下 肖战的事业日益辉煌 作品也备受追捧 这位著名作家的支持 无疑给肖战增添了更多的动力和信心 他们真挚的情感和对肖战的认可 将成为肖战前进道路上的坚强支撑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肖战将继续保持专业态度 不断进步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质作品 赢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据悉 一位著名作家在网上发表文章为肖战讨回公道 介绍了他认识肖战的全过程 从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艺人 到如金家喻户晓的明星 肖战克服了不平凡的境遇 一路走来多么艰难 多么不容易 此外 笔者还谈到了肖战在网上被欺负的经过 其实回过头来看 这种事情的发生更加坚定了大家对肖战的选择和支持 他们之间有了一种信任感 从粉丝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的认知和支持 肖战作为顶级明星和优秀演员 不应该受到诽谤和造谣 这并不夸张 诽谤越多 他就越有效 适得其反 肖战为人刚正不阿 正气里然 这意味着肖战注定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总之 感谢我的前辈老师们对肖战的支持和认可 肖战不会让观众失望 这段时间肖战一直在剧组拍戏 相信肖战能够继续给观众带来好的作品 作为彼得潘的议员 我感到非常兴奋 幸福和幸运 总之 未来我们将携手并进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